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季报 公司第三季度是实现营收62.4亿美元 小涨3% 但是净利润下跌了1成5 为9.6亿美元 不过时代华那股价昨天大涨超过4% 收报于78美元 美国的军工巨头雷神公司昨天宣布已经斥资4.2亿美元 收购私人控股公司黑咬科技 该公司致力于为间谍机构和特种部队提供监控和安全通信的业务 雷神方面表示 这级收购将使得公司成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一度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的阿尔斯通收购案终于是尘埃落定 法国政府昨天正式批准了美国通电器以123.5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阿尔斯通大部分的电力业务 法国政府表示 该国的电力安全以及核电工业的长远发展 已经在收购当中得到了充分的考虑 根据考虑在交易全部完成之后 法国政府将从阿尔斯通大股东布一格集团当中购买最多20%的股权 阿尔斯通是世界领先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设备提供商 一直以来都是法国高科技的象征 在全球有9万多的缘故 继比特币之后 维卡币又来了 并且已经受到了华尔街的关注 维卡币继承了比特币的财富增值属性 但是更富有创新的金融思维和理念 分析人认为 随着货币开采难度的加强 维卡币的投资成本将出现大幅的上扬 其增值的速度或将超过比特币 据悉维卡币目前已经登陆了中国市场 未来公司业务将会变故全球 实现超过100万交易商和发行 21亿维卡币的目标